毛诗书姿 毛诗书姿 公平言笑 公平言笑 年诗美催 年诗美催 先生你看 这些背面都还能用 啊 这是我写诗文写废了的 你要是想要啊 就拿回去吧 嗯 背面能拿来练字呢 先生你先拿来练字 等背面也写满了 我再拿回去 这些呀你拿回去吧 要是有不懂的字呢 就拿来问我 嗯 我自己走 我自己能走 行你自己走 别摔着就行 我已经是大孩子了 不会摔着的 哎呀猪大嫂回来了 快让让快让人呀 哎呀猪大嫂 你四处赌钱输了 人家手上门来了 有欠的可不老少啊 看老周头的架势 是要把孩子打死 哎呀 周大嫂快劝一劝吧 是啊 这钱没了能挣 人没了 可就真没了 周老爷 你就是把你这个儿子打死 今天也得把钱还我呀 不然我们兄弟翻山越岭的过来 岂不是白走一趟 爹 四哥赌去了多少钱 哎 周老爷 你这女儿长得不错 要是家里没钱 就拿孩子底仗也行啊 虽然小了点 但是 我们不介意的嘛 不介意 不介意 你 你要人 就把这畜生托去 他欠的钱 他自个儿还 爹 爹 你救我呀 爹 我 我真的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要让他们把我拖去 他 他们会打死我的 真的会打死我的 不就十五两银子吗 也不想 你不瞧你们家这新垒的房子 也不像是没钱的呀 别放啊 别撞 再不及 还有这么多丫头骗子呢 你随便卖我两个也行啊 不过 时间说好了 现在丫头骗子不值钱 需得你那个小女儿 在里头 对了 对吧 不然别的也就三五两 没有四个 是消不了账的 对对对 爹 爹 你救救我吧 救救我吧 我真的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家里日子才好过多久啊 全被他给坏了 我有两个闺女 如果真要卖孩子 我 叫你不听话 叫你不听话 娘 娘 咱家有多少钱 钱够还债吗 傻钱到的 当初生下你四哥来 就应该逆死了事 家里满打满算 也还差四无两啊 啊 那让他们把四哥拖走吗 他们大老远地翻山过来 要是一文钱不给 出不了村口 他们就能把四哥活活打死 我们难道还忍心看他去死吗 不能卖侧女 不卖 就是把你四哥给卖了 也不卖他们 那个孽储 钱不够 还差四两半 你们各家里有多少 都拿出来吧 算是你们四弟借你们的 以后让他还 凑了凑 没够 还差两串钱 娘啊 真的没有了 我们把娘家预备的 中秋买糕点的钱 都给拿出来了 这是要破家呀 你哭什么 老娘还没死呢 灾年都挺过来了 还怕这两百文 娘 用我的这个 这东西不能给 这是爹和娘给你打的 倒是说你命贵 得有东西压着 这是压你的命用的 不能给呀 合着一场命锁 比你儿子的命还重啊 我说 你们到底给不给 眼看着都下半赏了 我们还得回县城呢 赶不回去 晚上的吃的 你怎么扣子 行了 不就还差两百文吗 周叔 我先借给你们 以后记得还我就行 这银子兑换成铜板 可不止这个数 你们应该也知道 在钱庄里头 现在这一两银 都能换十二串钱了 所以 你赌钱赌的是铜板 还是银子 铜板 是铜板 是铜板吗 是铜板吗 是铜板 就是铜板 是不是铜板 是不是铜板 是铜板呀 大哥 就是铜板 他们骗你们的 他们就是骗你们的 行了行了行了 铜板就铜板吧 等等 借据呢 你们这样的人家 赌不起的 最好看紧了自家兄弟 不然下次运气 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这是因为赌钱 家破人亡的人家 可不少 娘 四哥怎么办 不管他 让你爹揍他 日子才好过几年呢 他就学会去赌了 破家的玩意儿 打死活该 要是打死 还不如给赌场的人 打死呢 我们还省了钱了 你这孩子 这嘴巴就跟你爹似的 一点也不扰人 我爹这么伶俐吗 那也得打 不打不长记性 以后再犯 家里多少钱能给他败 四哥既吃不既打 打残了都没用 除非把他腿打坏了 让他走不了路 那不行 那以后还得我们养他呀 行了 打残了还得要医药费呢 家里可是一文钱都没有了 娘 我有个好主意 既能罚他 又不费家里的钱 什么主意 让四哥去开荒吧 然后让他在荒地上种东西 赚的钱 拿来还家里和哥哥嫂子们 他可是欠家里和哥哥嫂子们 十五两银子呢 开荒 你怎么想到开荒去啊 不是村长大哥说的吗 衙门让我们开荒 开出来的地都是我们的 头三年还不收税呢 开荒哪那么容易啊 而且荒地里种出来的粮食 恐怕都不够交税的 你侄子们还小呢 家里的地呀够重 那怎么办 四哥犯了这么大的错 又不能打死他 万一他闲了又去赌钱怎么办 哎呦 四郎做了这么大的措施 要是不罚 家里其他儿子和儿媳肯定不服 但真把人打坏了 舍不舍得是另一回事 回头智商还需要钱呢 那才是真的心痛 行 明天就让你四哥下地开荒 我去监督四哥 我看你是想出去玩了吧 地里蛇虫多 你就别跟着凑热闹 让你大侄子他们跟着去就行 不要 我也要去 好好好 去吧去吧 只是你要听五郎六郎的话 不许乱跑 也不许晒太久的太阳 知道吗